春天的山谷里总是不缺生命的故事 蟹珠正在奋力地向上爬行 它不像其他蜘蛛一样可以织网 坐等食物上门 所以必须另想办法来填饱肚子 保护色成为了蟹珠最佳的捕猎工具 找到一朵和自己体色相近的兰花 便开始伪装起来 猎物在靠近 蚂蚁也来检查战果 胆一无所获 蜜蜂好像也没把蟹珠淡回事 蟹珠在寻找最佳角度 幸亏同伴及时营救 蟹珠又没有成功 蟹珠又没有成功 只能转场到败匠花上继续 果然 不久等到了猎物前来 蜜蜂却迟迟没有落脚 一只狐蜂却送上门来 蜜蜂蜂 蜂蜂靠近的瞬间 蟹珠将它揽入怀中 然后紧紧咬住蜂蜂 用它的前肢紧紧抱住蜂蜂的身体 注入用于麻醉的毒液 直到狐蜂动弹不得 接下来便从狐蜂最柔软的腹部 开始它的大餐了 邻居们也目睹了一出生沙大戏 吃剩的狐蜂也不会浪费 森林中的昆虫世界 既可以互惠互利 也可以相爱相杀 正是因为每一个物种的存在 才使得这片丛林更加精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